你带我来这儿干吗 我还是那句话 不管你信与不信 我从未签发过这张罪赏令 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你还想跟我狡辩 你告诉我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闻人公 你看看 这是你贪污国库的证据 这个从何而来 我给的 师父 陆姐妹 陆行云 你来就是为了来查我 闻人静 好久不见 我曾经说过 你犯下的那些罪孽 迟早都会得到报应 小子 咱俩 这些贪污文书 咱俩可以去官府喽 这些贪污国库的罪孽 是 是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是他当年下令追杀我的文书 贤通七年三月初十 十 三月初十 这个日子好熟悉啊 怎么了 陆前辈 是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文书 不是他瞎发的 什么 陆前辈 这话可不能乱说 那个时间 也不是那个时间 是那一段时间 他都在藏剑山庄 藏剑山庄 师父 那不是你和我母亲的家吗 那个时候 母亲应该去世很久了 父亲 您为什么会在那里啊 那个时候 因为你娘的忌日快到了 我心情不好 总是喝酒 而且经常喝大 我总是想 要把你 抱回藏剑山庄 自己养大 也不能交给这个败类 让他把你养大 你是我的女儿 我怎么肯让他抱走你啊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怎么才照顾你 还好我去得及时啊 要不然你就高烧不退 现在你什么也记不得了 你怎么会在哪儿 父亲您这么一说 我好像是有一点 模糊的印象 类似于摔下床 脑袋经常磕到桌角之类的 画面 说了我那么多不是 你怎么就不说一说 你怎么那么容易 让我把女儿给抱走呢 对啊 父亲 那天是你母亲的几日 我喝多了 把你枉在府外 孩子必须留在藏剑山庄 这里是小梅的家 自然也是她的家 阿隽是我的女儿 她应该回到我文人府的家 我不会让你把她带走的 父亲 父亲 我没照顾好小梅 我已经对不起她了 我现在要把阿隽给照顾好 我不能再对不起她了 我要亲眼看见她长大 除非你今天把我给杀了 否则 我一定要带她走 干什么 父亲 父亲 我可爱你 父亲 喂 阿隽 来 来 给父亲回去啊 好不好 好 既然你当初执意 要把小猴子抱走 那为什么还要让她 受大夫人的委屈 她是我的女儿 我怎么可能 让她受委屈啊 只是我把她抱回来之后 我只要对她好 就会遭到她大娘的反感 所以很多事情 我不能表面上对你好 我只有对你默默地付出 但没想到 却让你误会了 丫头啊 师父要向你赔个不是 那个时候我也管不好你 让你吃不好睡不好 还真不如跟着这个老东西 想有点福呢 父亲也对不起你啊 把你抱回来之后 没有让你过上 幸福的好日子 你们都在说什么呢 我现在觉得 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了 从小到大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 是个没人喜欢 没人要的累赘 但原来 你们都这么地爱我 在背后 默默地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现在 我不仅有了父亲 还有师父 还有 现在我想要的一切都有了 所以 还有谁 比我更开心 更幸福的呢 好 老东西 对 话是如此 既然这个追杀令 不是你写的 那么贪污的事情 你总该解释解释吧 这件事情 我真的无法解释 但是我可以用我的性命保证 我为官二十年 从未收取过一分不已之财 若有违背誓言 我天大雷劈 这些文术 你会用的 我有一事想问问你 这些文术上 为什么会有两个印章 我做事一向谨慎 所有正式的公文 我都会盖上两枚印章 这下面的 是我文人府的用影 代表我文人镜 上面的这个 是户部的工章 那你平时将这些印章 都放在何处 我平时都在家里办公 那工章跟四章 我都放在家里 怎么了 你想到什么了 没事 你是不是怀疑有人 偷刻我的印章 不可能的 你们看 这两面图章 有我查朝廷图腾的暗文 只有品级高的官员 才知道这种暗文 这平常人要造假 那是造不出来的 说来说去 你既没贪污 追杀令也不是你下发的 但是你又承认 贪污文书 还有追杀令 又是以你的名义下发的 这怎么解释 我无话可说 小子 你可是这个事情的 受害者 这老头的话 你信吗 我信 我信 为什么 现在所有的证据 可都还是指向他的 此事听起来 确实严丝合缝 滴水不漏 但正是如此 才会显得整个世界 更加地不合理 你们想啊 若我是父亲 干了那么多坏事 那我肯定 会找人来背锅呀 不然一旦被发现 就会全盘皆输 所以我相信 我父亲不是真凶 而是那个 替真凶背了黑锅的人 父亲 对不起 阿隽之前太任性 还误会了您 没事 你们的怀疑是合理的 若不是你们的质问 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替人背了黑锅都还不知道 所以这事挑出来 也算是一桩好事啊 父亲 您真大度 好了 既然所有的事情 都与他无关 告辞了 师父 那徒儿晚些 再去找您学武 你可别来找我了 我说的走 是要离开都城 离开都城 为什么呀 我今天来 是为了两件事情 一个你是否安好 另外一个 他是否有罪 现在我已经确认 你很安好 而他没罪 我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 陆前辈 那真正贪污之人 现在还没有查出来 你确定就离开了 既然他无罪 我还管谁贪污谁受贿呀 与我何干呢 可是您要去哪儿啊 云游四海 您之前答应过托儿 又带我一起的呀 带着你这个拓油瓶啊 那您走了 谁来教我功夫呢 你跟着师父 已经学了一段日子功夫了 成效还不错 而且眼前不是还有一个 现成的师父吗 可是师父 行了 行了 别磨叽了 现在的你们 是该追查谁 就追查谁 该好好过日子 就好好过日子 不要被师父操心了 告辞了 好自为之 真是想不到 陆前辈还真就这么走了 真羡慕师父 如此洒脱随性 他恨了父亲这么久 如今 却能说放下就放下 他的恨源于爱 哪有那么容易放下 不过是发现恨也没有什么意义 只能算了 对不起 我误会了你 让你这么为难 这么辛苦 我要是看一会儿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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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 都过去了 小猴子 你的前半生 是他们照顾你 你的后半生就交给我 无论是爱你 陪伴你还是保护你 都是我的事 我会比他们对你好上千倍万倍 因为在我这儿 你就是我的一切 我们的之前都不顺如意 但是我相信 我们日后一定会是 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不给你亲 什么嘛 不行 我就要亲 凭什么你这么轻易地亲啊 你知道我亲 你费了多大的劲吗 我 我又是给你摆花灯 又是给你讲情话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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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坏坏他 走走走 走 我输了 得谢 都让让 都让让 让让让让 让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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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玩了呢 谁啊 他们就回来了 他们就回来了 对对对 就是他 怎么回来 你们几个疯的 就是他 他们刚才就输了吗已经 就是啊 这个没事 你是又来给我送钱的吗 这 脸真够大 这可是骆秋迟 我们堂堂麒麟魁首 现在由他来带我给你比试 原来这位就是麒麟魁首 九仰大魁首 公公爷的话就不用说了 敢不敢跟我比一局 不 你不敢了 既然是麒麟魁首本人 亲自上场 那赌注应该加倍 才更有意思 好啊 没问题 晓鸥子 你去出题吧 请办 这下有的看了 麒麟魁首标 和东莹人比试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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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秋迟 好 来 第一题 生泉上溪 清水云雁 开流无时 清泉时上流 正确 好厉害呀 我还以为是全眼无声 西细流呢 原来发现少了个细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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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可以少 给钱吧 下一道题 两文 敢比吗 你怎么 还怕我不给你钱吗 可以 请 好 余月夜满 花霜乌烟 天蹄二红 霜月红与二玉花 余月月花 你们可都听到了 是骆秋迟先说的 所以这道题 骆秋迟上 好 好 好 报答好 报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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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 刚刚欠你了 终于输了 出题吧 第三题 毒病因香 再无毛违 一改一刻 香音无改病毛 衰 衰 读在异乡为异客 毒在异乡为异客 善儿先生 没有衰字啊 应当是 毒在异乡为异客 所以这道题 骆秋迟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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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品质了 嗨 厉害 厉害香 是啊 善儿先生 你也不要太难过 你是国外人 对于我朝的诗词不了解 也很正常 很正常 走吧 留步 他要干什么呀 不愧是朝廷的麒麟魁首 玩得不尽兴 我们换个东西玩 钱已经输光了 你还拿什么跟我玩 你 接下来的游戏是 作画 才诗 你我二人各挑选一名同伴 在已煮香的时间之内 作画 根据诗的意向 谁先猜出这个诗句 就是获胜的一方 我挑选的是旧经 请挑选你的同伴 骆兄 选我 选我 我选我 骆兄选我 选我 骆兄选我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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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兄 这玩人家行吗 能是啊 行不行 昵迟 我画画不行啊 放心 放心 里有数 那么开始挑选锦囊 现在 开始作画 不是 这你快画呀 画呀 画呀 快画呀 这你画呀 快画呀 她都开始了 我 小猴子 不要担心 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想想 这笔篭卷怎么又画什么 这是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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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呀 柯姨 但是这笔篮卷 就是这笔篮卷 可是这个笔篮 这是什么呀 画了画了画了 画的是什么呀 这画的并不难 不难 我画完了 画了 都画好了 快点 快点 我也画好了 画得不错啊 是啊 是啊 你看这 怎么样 好 什么呀 这本人就画得什么跟随呀 完全看不懂啊 我猜出来了 我也猜出来了 这个诗句是 两岸青山相对出 乌藩一片日边来 您猜错了 陆兄 他猜错了 你快猜呀 闻人眷话的事 身无彩凤 双飞翼 心有灵犀 一点通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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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厉害 陆兄 这你都能猜得出来呀 除了这两只鸟以外 也没什么沾边的呀 再说这人跟这猴子 也跟这诗没什么关联呀 因为我与作画之人 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不可能 画成这个样子 是怎么猜出来的 十二先生 胜负已分 那你就要兑现你的惩罚 你别过来 书板 笔墨测号 来了 走吧 别过来 来 来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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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成 我这次来找杭将军 是有钥匙的 四成好 好好好 您知道杭将军在何处吗 没找到杭将军吗 没见到 杭将军 四成 杭将军 正好我要进宫一趟 跟您告个价 你来得正好 这位宫里来得陈宫啊 正有事找你呢 杭将军 宫里在兵营边上 给你找了个宅子 已经收拾好了 这是宅子的地契文书 和钥匙 这么快 杭将军 老夫觉得 你在我们书院 真是太取材了 这下好了 你又可以领兵打仗 保驾卫国了 臣公 殷四成说得没错 康亲王说了 出了青州一事之后 北方诸国 开始蠢蠢欲动 事关我朝国家的安宁 请杭将军务必尽快练兵 以便随时应战 多谢臣公 四成 那我先回去了 这边境真的不太平了 可不是吗 四成 前几日我还听说 这香州还闹了旱灾呢 我也略有玩意 四成 那朝廷有什么办法吗 正在商议此事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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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你觉得我说得对不对啊 看来你看了很多书啊 确实很有道理 这样过几日 我再取几本书给你 谢谢博士 谢谢 那不是杭教头吗 没有啊 可能是我眼花了 走 是 金 洛秋迟啊 我又 你房间乱成这样 还是人住的吗 反正是我住的地儿 来 就这么看着啊 过来帮忙啊 我懒得收拾 起不起吗 起 起吗 凶什么凶 算了 算了 算我欠你的 算我欠你的 还是我们小雪对我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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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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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拿会儿书呗 你自己门手 自己不会拿吗 好 谢了 乖乖的 不就是去道歉吗 我还怕和一个 守无负极之力的老头子说话 随便说几句 给了礼物就出来 不行 他也是个老狐狸 要是被看出来我这么敷衍 指不定怎么阻挠我和小猴子的事呢 要不干脆拿把刀架在他脖子上 看他原不原谅我 攻下东夷山也没这么费劲呢 骆公子 闻人公可在府上 闻人公出门未归 多谢 去 闻人公 我出池 我 我 我来 来来来来 先跟我进去 我得进去拿个东西 待会儿我到大牢去质问张和亮 张和亮 那个假冒 这 这 假冒东夷山君的叛军头部 没错 来来来来 那我有个不清之请 可否与您同行 怎么了 抓捕张和亮的事我们也有参与 指不定能帮上忙 再说了 听他讲 他在朝中 应该有个大官给予他资金支持 是 闻人公 怎么回事 回闻人公 张和亮昨晚突然晕死过去 至今未醒 大夫也没有办法 小的会尽快前去大理寺通报 好 这件事暂且保密 谁要是走漏了风神 小心你们脑袋 是 还有救吗 闻人公 可知死因 他身上没有致命的伤口 也没有检查出毒物 想必是恐慌过度 导致的粗死 还要等到 武座检查一番之后 才能做定论 怎么说来 这不是蓄意谋杀 也不是自杀 他为什么偏偏 在我们来的时候死 这真的只是巧合吗 你不是在怀疑我吧 不 闻人公 您觉得如何 好 大夫啊 你出去时就告诉别人 说张和亮已经诊治 现已无大碍 但就是伤势未痊愈 暂时还不能开口说话 是 下去吧 是 走吧 闻人公 好 多谢 这也是我职责所在 不是 谢谢您的大度 是 小荒郎 真的要丢小荒郎 身为将领 保家卫国是我的天职 不说这个了 张和亮怎么样了 我方才听说他病了 装的呗 他挨打 那就好 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一定要告诉我 废话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